来来来 时间到了 快开始了 你们做好了没啊 好好好 都做好了啊 来 我们一起来倒数 5 4 3 2 1 告诉你一个大秘密 水果冰淇淋喜欢你 美丽故事在这里 唱唱唱唱在一起 水果冰淇淋 水果冰淇淋 开开心心又甜蜜 水果冰淇淋最有趣 水果冰淇淋 李宁说最新版的棉花糖小熊 已经开始卖咯 奶奶 人家很想要啦 好啊 等下个月嘛 你过生日的时候 奶奶买了送你 怎么跟我妈咪说的一样啊 真的 那妈咪都要买给你了 那奶奶想别的礼物送你 可是我现在就想要了 奶奶 你今天先买给我啦 拜托 这个生日礼物嘛 当然是要等到生日的时候 送才有意义啊 你再忍耐一个月嘛 一个月你生日到了 奶奶就送给你了 可是我一点都不想等了 奶奶 奶奶 你看 这个是我的生日礼物哦 你的生日礼物是一张图画 不是啦 这是我爸爸要买给我的恐龙玩具 哦 真的 哇 又有新玩具了 哇 好好哦 对呀 奶奶 你看 我好开心哦 等我拿到礼物 我一定要跟你们大家一起玩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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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啊 明天啊 我爸爸说 嗯 等一下就要到家买玩具了哦 哦 明天呢 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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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外面 嗯 外面 为什么 快点啦 我有话要跟你说 走啦 走啦 哦 还有话一定要到外面说 不能在里面说 怪怪的 我要去看一下 那你们呢 虽然没有过生日 我还是让你们看一个 好玩的东西 今天两位小厨师 要比赛的题目是 三角形 两位看起来 都很有信心的样子 那么 比赛开始咯 时间到 赶快来看看结果吧 这是喵喵小厨师的作品 三明治 这是汪汪小厨师的作品 三角半环 两个作品都很棒 到底谁是今天的优胜者呢 等一下 大厨师也有作品 是三角粽子 不管是从上面看 下面看 正面看 后面看 每一面都是三角形哦 大家一起说 今天的比赛 谁是优胜者啊 娃璐 明天是你的生日对吗 对呀 那我的生日 跟你的生日交换好吗 生日不能交换啦 那生日礼物交换好吗 为什么 因为我想先拿到生日礼物啊 可是我也想先拿到生日礼物耶 可是 明花糖小熊很棒 下个月可能会买不到耶 拜托啦 不要交换可以吗 奶奶不帮我买 你也不跟我交换 为什么大家都不帮我 奶奶你不要哭了啦 不要哭了啦 哎哟 那我先叫我宝宝 买礼物给你好了啦 耶 瓦璐 你最棒了 记得哦 是棉花糖小熊哦 好吧 蛋糕 果汁 瓦璐还喜欢什么呢 奶奶 怎么肚子饿了 不是啦 这是要给瓦璐的点心 哇 你还帮瓦璐准备点心啊 因为瓦璐跟我交换生日礼物啊 啊 交换生日礼物 嗯 奶奶 瓦璐喜欢吃的甜甜圈还有吗 嗯 没有啦 吃光啦 哦 那我回家拿 哦 嗯 哇 交换生日礼物啊 这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等会再看 我们先来听个好听的故事 故事小兔 故事小兔转圈圈 好听的故事在这边 爱跳舞的阿曼碧尼 震撼女孩们跳着舞 哦 她很努力跳着 但是却一点也跳不好 好听的故事 夜晚来临了 阿曼碧尼 十分担心明天的表演 这时候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一只百相 载着阿曼碧尼 飞向天空 夜空中 星星跳着舞 河流里 小鱼跳着舞 廟宇边 猴子跳着舞 信殿时间到了 阿曼碧尼和白相 来到广场中央 和阿曼碧尼 且更靠近的大跳舞 阿曼碧尼和白相 正行地倒着舞 阿曼碧尼和白相 照着舞 阿曼碧尼和白相 最后回到了房间 阿南帝尼做了一个开心跳舞的梦 哇 好酷哦 是最新的恐龙玩具耶 就是啊 这个是我爸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哦 那我可以玩吗 嗯 当然可以啊 娃璐 你看 我带田田圈来给你哦 哇 田田圈 我也要吃 不行 就是给娃璐的 恐龙玩具 嗯 这是娃璐的生日礼物哦 可 可 可是你的礼物应该是要换成棉花糖小熊 然后给我啊 琳琳 对不起啦 因为我爸爸她已经买好恐龙玩具了 嗯 那我的棉花糖小熊 没有了 呦 琳琳这么生气哦 生气啦 瓦璐不乖啦 哎呦 瓦璐 你不能怪瓦璐啊 他也不知道爸爸已经准备好了恐龙啦 不管啦 瓦璐答应人家又反悔 我以后再也不要跟他玩了 不要这样嘛 那你帮好准备这么多点心 那怎么办 通通送给你啦 通通送给我 我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啊 那送给你朋友吃好啦 我的朋友 哪一个啊 水果奶奶 就那一个啦 哦 她 好 我去问问看她 美人鱼 收拾一下 马上回来 不怕 我有卫生纸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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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毛球 垃圾太多的时候 请找毛球来帮忙 哎呦 谢谢 我开心 哟哟 呦呼 你在做什么 排队啊 排队做什么 说话 说什么话 说你想说的话呀 加一个 我爱你 我爱你 哇 我爱水果冰淇淋 我爱水果冰淇淋 妈咪 我爱你 宝贝 我也爱你 还给我 这时候让神奇吸尘器来帮助你 神奇吸尘器 帮你保护最宝贝的东西 宝贝 我也要爱你 有格了 水果冰淇淋 哇哇哇 大海里的美人鱼 我爱你 我爱你 哇哇 嘿 美人鱼 奶奶 我有好多东西啊 你要不要吃一点甜甜菌还有蛋糕啊 不要 那喝点果汁 不要 好吧 那你现在想做什么呢 一起玩生日的游戏 啊 生日 我听见铃铃跟瓦露说的啊 对对对 瓦露明天就过生日了 铃铃下个月过生日 真的 那我该送他们礼物才对啊 我回去准备一下哦 不用麻烦啦 不行 我一定要送 要送什么呢 好烦哦 哎呦 烦什么呢 你是谁 你是美人鱼耶 你就送他们一个最棒的歌 就是生日礼物啦 对哦 我是美人鱼耶 我的歌声最棒了 他们一定会喜欢的 可是要学哪一首啊 啊 你唱的都很棒啊 啊 有了 就是这一首 听歌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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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小小阿库马 力气打呀打 什么都不怕 到处去玩耍 太阳月亮星星大树 流水白云 听呀听 哇 哇 闭佥的声音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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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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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阿库马 力气打呀打 什么都不怕 到了处去玩耍 黑衷猴子 山主 蝙蝗 藍缺 松树看呀看 山里有宝藏 啦啦啦啦啦快乐的阿贺玛 啦啦啦啦 quite樂的阿贺玛 啦啦啦啦啦啦啦 快乐的阿库妈 啦啦啦啦啦 快乐的阿库妈 有点烦 明天是瓦路过生日 我应该要想个礼物送给她 可是现在李宁在生气 还是我要先帮李宁呢 李宁奶奶 小熊在叫我 那我先去看看小熊咯 等会儿再来翻 小熊 小熊好 奶奶好 奶奶你有烦恼吗 烦恼 你看得出来是有一点点 那奶奶就需要一个 没烦恼食谱 哇哦 没烦恼食谱啊 我很需要啊 好 就让豌豆宝宝来告诉你 豌豆宝宝 豌豆宝宝 我们一起告诉大家 没烦恼食谱的内容吧 没烦恼食谱 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先把所有的烦恼写下来 或是画图也可以哦 第二个步骤 准备很多的东西 然后把自己打扮成最凶的怪物 第三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 开始大声地吵闹 要很大声很大声 才能把烦恼吓跑哦 最后等你很累很累的时候 烦恼就不见了 不过要小心不能吵到邻居哦 真的要小心不能吵到邻居啊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办法 不客气 那我们要回家咯 奶奶 拜拜 小熊再见 再见 再见 哇哦 小熊这个没烦恼食谱很酷哦 我也知道一个办法 可以让我们赶走烦恼 那就是陪我来看看 谁是今天的小熊市 哇哦 安全 安全 哇哦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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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通过森林的三个关卡 就可以把我救出去 快点 谁是今天的小熊市 滴答兔我来救你了 耶 第一关 狮子大开口 嗯 拿起球 瞄准 用力 嗯 投进那个大大的篮筐里 成功把球投进去 或者能坚持到底的人 啊 过关 紧张 瞄准 坚持到底就可以了 呦 不过哦 哇哦 很力气 很大哦 哦哦哦 只要瞄准一点 哎呀 差一点点 再来一颗 耶 中了 过关 再过来 到第二关来救我哦 接下来就是第二关 勇闯鳄鱼池 你要背起大猩猩 最喜欢吃的水果 然后小心地跨过 水面上的石头 成功抵达鳄鱼池 另外一端的人 过关 第二关 小心可怕的鳄鱼 这边比较远 不要怕 快大步一点 别怕 耶 好的 后面就简单一点了 加油 加油 不要看鳄鱼 最后一颗了 耶 过来了 过关 好 接下来是最困难的 大猩猩宝物了 首先呢 你要先组合大猩猩 最喜欢的水果脸谱 然后放进篮子里面 拉动绳子 送去给大猩猩 大猩猩就会给你 他的宝物 就可以把我救出去了 快来救我 看清楚吗 狮子的脸长什么样子 眼睛是 小小的花生眼睛 会长太高了 那鼻子呢 那鼻子呢 很棒 青椒鼻子 嘴巴呢 比较大一点 木瓜嘴巴 好的 送去看看 有没有答对 这边就要用点力气了 我速度很快 你很棒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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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对啦 好的 嘿咻嘿咻 把它拉回来 你很紧张吗 怎么都没有一点效果呢 快要救到我了 应该笑一下嘛 咦咻 好 来 好 好 把宝物拿下来 把它放上去 嘿嘿 过关了 你是小勇士 耶 耶 耶 都救了 呀 逃出来了 谢谢你 小勇士帮助我逃出来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嗯 西西 这样像不像啊 嗯 很像啊 嗯 你们在做什么啊 嗯 你看 我们帮你做了一只 真正的棉花糖的小熊哦 嗯 你喜欢吗 嗯 嗯 不喜欢 我要真正的棉花糖小熊 哦 已经很像了耶 嗯 对啊 哼 一点都不像 真正的棉花糖小熊 是可以吃的 啊 可以吃的 哦 原来这个小熊 它可以吃的 我还以为 它是那个绒毛玩偶呢 哎 我们 原本也以为 还是这样啊 哎呦 真麻烦 哼 啊 奶奶 不然我们买棉花糖 给它就好啦 嗯 咦 有道理啊 奶奶刚好有棉花糖 啊 我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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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 要吃 好吃的棉花糖 哇哦 这个棉花糖看起来 好好吃 有没有人要吃哦 奶奶 你刚刚说什么 哎呦 你看 这个棉花糖 白白的 炎炎的 胖胖的 看起来好好吃哦 奶奶 我要吃 快点给我吃 我要吃十颗 那那 我要吃二十颗 嗯 你们等一下 嗯 我要吃一百颗哦 嗯 一百颗啊 我这边大概 没那么多 那那那这样 我全部都给你 嗯 耶 我有好多好多棉花糖 哈哈 我最喜欢了 嗯 琳琳 你有那么多棉花糖 嗯 那你不要生气了嘛 嗯 嗯 对啊 吃棉花糖 就要开开心心的吃 才会好吃哦 嗯 对啊 如果能够跟好朋友 一边吃一边玩玩具 那就更好咯 嗯 嗯 好吧 那瓦璐 你的恐龙借我玩一下 嗯 没问题 哈哈 真好 哎呀不生气了吧 一开始的时候啊 琳琳就吵着 要赶快得到她的生日礼物 可是她生日还没到啊 她就想了一个好的方法 要跟瓦璐呢 交换生日 可是瓦璐爸爸早就已经 帮瓦璐准备好生日礼物了 琳琳就生气了 最后 让她不生气的是什么 是 年花糖 奶奶 我们要去瓦璐家吃蛋糕 一起去吧 嗯 嗯 好啊 不过在吃蛋糕之前 先跟所有的大朋友 小朋友 呃 想要赶快收到 生日礼物的朋友 说 什么呢 拜拜 哈哈哈 水果 和你说 再见 冰淇淋 一起说 拜拜 拜拜 祝你的笑容 像水果一样甜 心情像冰淇淋 一样好滋味 水果和你说再见 再见 冰淇淋一起说拜拜 冰淇淋一起说拜拜 祝你的笑容 像水果一样甜 心情像冰淇淋 一样好滋味 陈淋 宽标 一样好滋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